大家好,其實我們現在都在做環境管理的工作 我是天下家庭管理,我來自新竹,我是五月井 那因為就是說正對今天的公聽會 就是說因為我覺得就是說為什麼要等到明年才做黯淡的那個管制 我覺得說因為新竹是科學園區的大中 那我覺得因為我長期都是在做土地管理的工作 土育復育的工作 那我們有跟就是中研院的多樣性的研究員 陳章波老師、謝惠蕾老師還有中興大學的生命科學的教授 我們常常在觀察的時候就是說像這個濕地 因為所有的那個廢水都流到濕地影響到所有的生命 像海豆芽像他們常常觀察到就是濕地的生物多樣性都已經漸漸消失了 所以包括綿武利 所以我是覺得說我們要在做濕地複育的時候 我們一方面我們做一些濕地的那個就是生物的解毒 我們在種一些雲林海淵草 但是如果我們在做的時候 如果園區這個毒物沒有管制的話 我覺得我們做是沒有用的 所以這部份是不是請大家一起 我們一起來土地啦 讓我們這個環境更美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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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這邊是不是 這邊 這裡 這邊 這邊 來 這邊